2012年获得亚洲拳击锦标赛女子64公斤级亚军 单彭宁和李娜娜也曾是入选过中国拳击队的优秀运动员 最好成绩分别是全国第三名和全国青年赛冠军 今年4-5月份以来,这三名远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员先后退役 但和户籍在能成为运动员领取退役费的障碍中所提到的远北京跳指队队员霍思忠一样 这三名北京女子拳击队员也因户籍问题和不是正式队员的身份 无法按照国家规定领取退役费 谢林立表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员有大多数来自外地 按照北京队的许诺 外地户籍运动员获得全国前三名以上的成绩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博企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训练科,训练科,乃至学校的副校长以求解决身份不能转正的问题 但他表示,相关部门和领导要么互相踢皮球赋予理会 要么以等待解决户口问题的优秀运动员太多作为理由 他曾与手持相通合同的善彭宁·李娜娜 前去北京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劳动仲裁 结果当社保局向北京市体育局咨询死事后 谢莉莉表示,自己遭到北京市体育局有关工作人员的训斥 说她是越级上访 最终,谢莉莉和队友还是只能回学校